來 第二題 6-1823 第二題 你看這個 作用點在哪裡 我們畫過線段了對不對 老師教會你畫一個線段 然後呢 唉唷 細的好了 注意看喔 假設是一個線段 知道嗎 綠色的這個長短大小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粒的大小 綠色這個叫做粒的大小 綠色這個叫做粒的大小 然後呢 紅色的 箭頭叫做什麼 粒的方向 粒的方向 然後最後藍色這個點 叫做粒的 粒的作用點 這樣會喔 那只是定義而已喔 你只要會這個定義 這種題目都一定會寫對 好所以這一題的A 穿在哪裡 它的作用點應該是什麼 B才對 不是A 他說A是這個粒的作用點 不對喔 再來看一下第三題 有關粒的敘述 何者錯誤 當物體受粒的作用的時候 B同時產 這裡不是講過了嗎 這個B這個字錯了嘛 不一定嘛 不一定嘛 有可能行變 有可能運動狀態改變啊 第五題 等速度落下 我講過了 什麼叫等速度 合力 如果一個東西 它的身上 合力等於0的話 它會拿兩種運動狀態 第一種叫做 靜止 第二種叫做 等速度運動 好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記起來的話 趕快再把它寫一次 合力如果等於0的東西 它身上會是靜止 或者是做等速度運動 好 大學你這次考什麼分 70跟 78 欸 以後你不可以差它10分喔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你也不可以考超過它10分喔 也不可以低於它10分 聽到嗎 他不會考上我 蛤 因為你們兩個不可以超太多 沒有開玩笑的 你不可以低喔 聽到沒有 喔 他就買通他了 你如果 輸加權超過10分 輸1分就10圈超長 我幫你練廢火 這樣 我都要輸外力 啊 好你也要練 OK好 所以這樣給你盡量考 考90 我都要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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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林耀婷他們比啊 林耀婷他們 那怎麼不超出 許鎧玉 我再抽一張比 我再抽一張比 那是誰啊 我再抽一張比 那是誰啊 我再抽一張比 我再抽一張比 又不笨 聰明聰明的 游泳隊體力那麼好 你喜歡我們班上游泳隊體力超級好的咧 他連你們游泳游到一半喔 然後 肚子痛跑上岸來去大便大碗再回來再游還游贏人家 那超強的 他真的一定讓你游泳燙臭一定敢吃 他現在有吃 就游泳的麻辣蜂那種啊 你們以前有那種 你們不是上午有水上運動會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以前有那種就是大碗接浴那種麻辣松的啊 他肚子痛喔 衝上來然後去按上大便大碗再回去再游還游泳一下 來 開始倒過來 好來1到5了有沒有 1到5了有沒有 6到10 7 好來看一下 合力 大小不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同一直線上 注意看喔 好 總偉要加油一點 知道 啊叫你留下又有鬧跑 啊鬧跑就算了回去又不讀書 然後在facebook上面講什麼什麼什麼 啊靠北喔禮拜六練的好累 是不是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好幹喔什麼東西的 好幹 對啊 很髒喔 好咧 大小不同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最後在同一直線上 然後咧 這個的合力怎麼畫 這個的合力是不是 會往右 然後只有二合力 對 是不是 對齁 對齁 六號十還有沒有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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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號十還有沒有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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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你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事 什麼問題 蛤 他問你喔 他問你喔 問我就好了啦 蘇賢是不是 第九 第九喔 欸 問了第六題又問了第九題 第九 好來 第九 喔第七喔 我幫你起床了 欸 不要睡了 來 以之兩力大小不同方向相同 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只要兩力的敘述還有正確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啊 合力方向 比跟較大的力相同 合力方向跟較大的力相同 以打高比 合力大小 比等於兩個大小之合 欸 方向相同喔 方向相同所以這也是對的 然後我畫給你看 這一題在講什麼 這題也可以畫圖啊 隨便畫一個圖給你看啊 可以啊 來 他說有兩個大力跟一個小力 去做合力 然後他們是方向相同 對不對 就直接加起來嗎 方向相同就直接把它加起來就好啦 所以 7嘛 所以 合力的部分 會跟小的力一樣方向 會跟大的力一樣方向 那因為他們方向相同 假角等於0 假角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直接F1加F2 就這樣子 好 沒什麼了不起 好 11到15 其實這還蠻簡單的 13 13喔 兩個力的合力 是10 則兩個力 可能是下列哪一些人的合力 來來來來來 我已經講過了 合力會等於 兩個力相減的 絕對值 然後配兩個力相加 是不是這樣子 把它夾在一起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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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看 6減8的絕對值 是不是2 6加8是不是14 那10有沒有夾在2到14之間 有呀 就這樣子而已呀 你要揮這個啦 各位 你要揮這個啦 這我上課講的 有沒有 跟我講 有呀 對呀 就用這個公式去檢驗就好了 知道嗎 放來啦 放來啦 知不知道 你會不會累那麼累啊 老師他今天心裡不打鬥了 為什麼 因為早上在街頭會唱歌給他 誰 你喔 對啊 唱歌那麼難聽 你還是唱 你們早上身體怎麼伸那麼久 不知道 幫他拍手 你們在幹嘛為什麼在那邊拍手 好 他就想要一次把他翻完 他就跟他拍到完 翻什麼東西 我拍手應該就行 翻什麼 校牌前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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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我幾個 前二十 前二十 班上我幾個 校牌前三十 啊 班上我誰 七五十 你喔 真的啊 在大門版 大十五十 你是 你 你那個是校牌嗎 你沒有那個校牌 對啊 校牌 哈哈 那是什麼 現在那個校牌前五十 好來 16還有七七有沒有 沒有 16 十六 沒有 十 四 好收起來 習慣 下一張 18到25 從18題開始 18到25 21 21喔 21注意看喔 又來了 一個例是10 一個例是5 只有兩個例的合例不可能是8 對還是錯 對 來注意看 這個你一定要會啊 你千萬別再跟我說不會了 一個是5 一個是10 絕對值出來是不是5 然後一個是5 一個是10 這樣加起來就是15 所以合例可以5到15之間 那8號就OK OK啊 這怎麼不會咧 怎麼從頭到尾考 怎麼考都是這個公式而已啊 你為什麼不把它記起來咧 再來B 如果兩個例合例不為0 則物體會往量值較大的方向移動 你選B的舉照 很想選 你選B的舉照 我選B耶 這個我跟你講超多人錯的喔 B這個選項超多人錯的 有人這樣講喔 老師 這個可以選啊 如果這邊抓過來是3 往這邊拉是5 那是不是就是往這邊移動 那是不是 我這個合例就跟大力的地方一樣 力較大的那個方向一樣 是不是 可是呢 如果今天 今天如果變成 3 往上拉 5 5 往右拉 8 那合例是不是往這邊 合例往這邊走欸 合例往這邊走的話 還會有 跟舊大的方向一樣嗎 有跟這個力一樣嗎 沒有了 所以B不能選 要不了解 很多人不會這個選項喔 越多人不會的就是考試約會考的喔 知道嗎 要不了解 越多人不會的考試就會會考出來 就為了要鑑別 把所有的人都鑑別出來 欸 什麼叫BR99 是不是啊 就是贏99個人 不是贏99個人 那100個人贏99 好 C 兩幣假角為90 如果有時候可以最強 是嗎 180才對 好 C的話是180 好 豬沒錯 真的喔 所以他報紙 不錯不錯 好 是180 嚴重第一題 那時候國多滿分 機測滿分 機測滿分 沒什麼了不起啊 第一個 不是機測滿分 沒有機測 我沒有滿分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考300分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機測還是300分 每一顆60 然後考5顆 然後沒有作文 就60 60 60 600 300 我那時候 我考完的時候 我預估自己是289 因為我每一顆都錯一劑 每一顆都錯一劑 結果後來分數出來258 差不多 差不多 蛤 為什麼我還可以上一宗喔 因為我那個時候 去推真 推薦 推薦真士 推薦的時候 推薦的時候 他考了三科 他考了英文 數學 還有自然 還有英文 還有 然後 他也是一科100分 然後也是300分 然後那時候我考了278 這個部分我考了278 哪一科 自然 自然 自然考的最難 我去考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國中 我國中讀完的時候 我去考 他全部都考高中的啊 所以這 你現在 你不覺得我教了 我有些東西 教了是 根本就不是國中課本在教的 是喔 真的啊 我教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剛剛那個東西 合力的那個 或者是 今天那個什麼 酸鹼中和的 或者是 活性 你比如假設配SKM 我形容鐵布列 其實同管你多幾 我是不是教你這麼多 對不對 其他的參考書 你翻出來看都是什麼 假、那、蓋、美、女 這樣子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那我就全部都教給你啊 因為我去考試的時候 我切身子痛啊 以前我老師說 不用讀那麼多 反正去考就好了 結果我考下去 結果我錯了 看都沒有 我考到七八 然後跟這個 他加全平均 就是這邊乘以百分之四十 這邊乘以百分之六十 然後後來我就上 加全平均完之後我就上 我只低那個 我上的時候 好像 最低好像是 二六八吧 我好像二七二吧 只高了 大概三四分 我還記我幾分 反正我記得我只高一點點而已 那你到底在這個時候 大學 大學 我就沒有讀很好的大學 我讀彰化實範大學 所以 所以 那個時候我也是推真 推真就考上了 那你為什麼讀哪裡 彰化實範大學 彰化實範大學 真的嗎 哦 是哦 當然不可能啊 我那天 我去考彰化實範大學的時候更好笑 我只要我讀過的東西我都會寫 他就考那個 考那個 筆試 筆試 我整份寫 我那時候考大學的時候也是 數學啊 考實題 我寫完之後我就知道我有一題不會寫 然後分數出來八十九分 另外一個可能是自太醜會扣一分 然後我去考大學的時候也是 那時候也是去推真真實 我都沒有考連考 我都考推薦真實 然後去的時候去考試 考筆試 整份考就是想 我覺得只有一題不會寫 結果出來就是扣一題分數 然後還有考 我們那時候還有考實驗 考大學的時候 爆炸 推薦真實的時候考實驗 好 到時候 到時候我來講理